南行一个44岁的女教授 也有时候是副教授 也有时候43岁 总而言之就是43、44岁 教授与副教授之间都能带研究生了 肯定是副教授或者以上了 这个女教授和自己的学生 也就是考自己研的 22岁的男大学生搞到一起了 而且我看网上说 俩人开房一周 看来干柴真的遇到烈火了 至于有人说谁是干柴 我认为女教授是干柴 男学生是烈火 用烈火焚烧干柴 俩人的灵魂一起化为灰烬 先说说这个南行 因为容易混淆嘛 首先南行不是南方航空公司 而是南京航天航空大学 这一类的大学 中国一共有三所 其中一所在南方 就是今天的主角的这一所 南行 还有两所在北方 北京的叫北航 就是北京航天航空大学 这个厉害了 纯公科巨博大学 全国大学排名名列前茅 清华之后十几名吧 另一所在沈阳 也就是沈航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除此之外呢 还有一所 也叫南行 就是南昌航空大学 少了航天两个字 单论实力 南昌航空大学的实力 比沈阳还强呢 全国大学排名在沈阳的前面 除此之外 还有比如中国民航大学 在天津 也还不错啊 郑航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在河南 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 在四川 北华航天工业学院 在河北石压庄 西航 西安航空学院 肯定是在西安了吗 我这聊这事啊 咱也不是CCPV 也不需要那么一本正经 说哪算哪 这不聊这位44岁的女教授 和22岁的男学生之间 擦出爱的火花的事吗 不也顺带就聊了几句 关于航天航空方面的大学 不也挺好吗 本来啊 南昌女儿人之常情 这个不足为奇 至于年龄 他80岁 我就喜欢他 你管得着吗 所以说 这都是天上掉下的五个字 那都不是事 但是唯独作为教师 教授也是教师啊 理论上是高级教师 至少你得有点失德吧 某男某女 不管俩人什么家庭环境 生活环境 门多么不当户 多么不对 只要相爱 俩人在一起 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 这对女教授和男学生 我们吃瓜群众 最普遍的认知就是 这俩人是爱吗 当然了 这位44岁的女教授 还不算老啊 还风云忧存 三时如狼 四时如虎 五时坐地 能稀土吗 而那个22岁的男学生 说白了 攒了20多年的架上药生沉呢 可不正叙事待发呢 一剂猛药 女教授魂不守舍了 这就是他们在一起的直接原因 而非直接原因呢 那不就是我考研 考你的研 咱俩不但白天研究 晚上也一起研究 把有限的精力投入到无限深入的研究之中 其实不管你信不信 你觉得他俩之间有没有那种贿赂 这个值得思考吧 只不过和其他贿赂不同的是 以前的都是女的贿赂男的 这回是男的贿赂女的而已 不管这个社会如何开放 我都不支持不赞美 不祝福这对不伦之男女 原因很简单 他们在一起破坏了公平正义 如果说男的在这个女的这里硕士毕业了 回头再来找他的导师俩人恋爱结婚 那就没有任何问题了 而且我话料着 这对男女啊 不会有好结果 现在俩人已经被射死了 我估计这个女教授肯定会被停职 她停职了 她的22岁的研究生男友还说个屁啊 我也在这儿由衷的祝福他俩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乐此不疲 左右为难六神无主 心烦意乱 保贬不一 一败土地 OK就到这儿 我是肥主满舌老李三 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